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渲染中国的军力提升 也是为了向国会要钱 从未想过对华作战是否会失败的问题 但是最近几年 中国军事件是大幅进步 已经开始使美国的一些政客头脑清醒起来 美国岩石上的战争网站 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美军需要考虑对中俄战争的失败了 这篇文章说 几年来美国的分析人士一直在敲锦中 美国及其盟友 可能无法在与对等对手的高级别冲突中获胜 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在整体军事实力上不及美国 但他们在关键的战区中享有局部优势 这可能使他们能够击败美军 2019年 美国兰德公司的分析师大卫奥赫马内克就表示 在我们的战争推演中 当我们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手的时候 蓝军总是会被打败 2018年11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现 如果美国在波罗的海突发事件中与俄罗斯作战 或者在台海战争中与中国作战 美国人可能会面临决定性的军事失败 说白了 美国可能会输掉下一场大国战争 这个文章称 在与中国这样的对等对手的战争中 即使美军的指挥官没有犯任何错误 美军也有可能被打败 文章指出了一个现实就是在美国的战略文化中 存在着一个长期的禁忌 就是不考虑失败 这可能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发动了所有战争 对手都是远远弱于美国和美军的 因此美国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 从来不会考虑失败的场景 美国也因此有个惨痛的教训 比如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 对美国的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发动的几场战争都获得了绝对的胜利 除了在阿富汗的消耗战之外 更奇葩的是这篇文章说 考虑失败不仅仅是美国战略文化中的禁忌 在某些情况下还是非法的 在1958年的8月 美国参议员理查德罗素在广播中听到 国防部的一些人或多个官员 正在与各个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研究 以确定在何时 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发生战争 美国将如何向他的敌人投降 这个罗素立即提议 对当时正在审议的追加军费拨款的法案进行修正 也就是本法案或任何其他法案中的任何款项 都不得用于支付 美国会失败的这一类的研究 这个修正案最终以88票赞成2票反费的结果通过了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 美军是无法合法的获得经费 进行如何应对失败的研究 文章还指出美军现有了一个荒谬的观点 就是通过想象如何起胜 来避免思考美国可能会如何失败 那么美军将如何在对中俄的战争中获胜呢 美国的一些政客认为 在战争的头72个小时内 集成350艘中国海军的舰船 或者是摧毁2400辆俄罗斯的装甲车 就能够取得胜利 而这种能力通过一些相对负担得起的投资 比如说三年内 每年约80亿美元 美军就可以在短期内实现 但是这样的观点 根本无法让美国的盟友相信 最后文章引用一些专家的话说 美国应该有更清晰的胜利的理论 但除了胜利理论之外 美国的国防规划者还需要有失败的理论 才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 对于中国来说 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步骤 继续加强国防建设 相信在美国内部 这一类的清醒认识 就会越来越多 时间在我们这一边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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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